各位網友,早晨,我是吳仔 早晨,我是Hei 我們Hei5,晨早新聞報傳 請大家給個like 支持我們廣播 今天天氣如何呢? 來到9月21日,禮拜六 今天最低氣溫26度 最高31度 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狂風雷暴 初時驟雨較多 吹和緩至清淨的不至西北風 漸轉吹偏東風,離岸間中吹強寒 是,香港有兩種病毒 一種叫麻疹 有麻疹病人出現過在一個地方 政府呼籲大家如果有段時間在那裡吃過東西 就要小心 就可能要跟中心聯絡 麻疹 不知道你打針了沒有 另外那些淡水乳毒 很厲害 又多了一個死亡 哇,人人自危 兩種病毒恐暴發 另外有一位大律師 失蹤了兩天 加人報警 突然間出現 網民說這件事會不會是狗叔呢? 還是進了結界呢? 沒有人知道 待會再討論 另外一個老師偷拍 判監 今天有很多變態新聞 有一宗令我們很憤慨 說一個變態人 多次強姦一個五歲的小孩 只是判監九年 我稍後可能有機會說髒話 你很害怕 對,因為一宗新聞很憤怒 判了九年我覺得實在太少了 好,詳細新聞內容 先說一個六合彩 有人說 五仔你竟然不知道兩期九豬 五個號碼是相同? 我不知道為何新聞沒有彈給我看 亦沒有人跟我說這件事 我在日本 這是五百年一遇的 因為一輩子的人都不會發生 這個或言論 他就發生給你看 五個號碼兩期是相同 有網友就說 是不是磁石忘記拔走啊? 哈哈哈哈 以前我經常聽到這個說法 他說做馬也說成 但是我自己認為 馬會每一次都賺硬 出硬的 你的頭主額永遠都高過我派賽 經常說 這次派達了五百零二萬 一次半次拿來做新聞 贏了那些不出聲 換聲發大財 是不是? 那他用不著做馬? 我認為是沒有做馬的 這個世界很多事情都很巧 你丟得中那些什麼彩虹圈 都很巧 是不是? 為何會這麼多年才發現 那個圈根本就比銀 哈哈哈哈 這個世界很多事情都是 鼓鼓滑滑滑 有很多說法 不同的看法 但也未必是事實 這些事情很難說 總之就是這樣 跟大家報一報 你問我 是很神奇的 但神奇到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另外 有一件事叫董之英足球球隊 他就說 那個負責老師離職 在交接的時候出錯 校長就哭了 鞠躬道歉 別人說校長有交代 他肯承認錯誤 都哭了 校長說我今天不是求情 我不是抗辯 他跟學生道歉 他說我不是來狡辯 這個很難得 一個在高位的人 竟然可以有一種赤子之心 但是哭也沒用 唉 因為那班學生 其實那間學校是足球名校 又出過很多足球精英 有些甚至去了日本踢JLead 竟然搞這些事情 不能參加足球比賽 那就兩極反應 有些說 規矩是死的 人是生的 搞得這麼淒涼 讓他報回進去便可以 有些人說規矩就是規矩 沒有報到便不可以讓他參加了 現在說很多學生 就是要被社工跟進 情緒有問題嗎? 因為可能每一年練習都很辛苦 整個學校都是因為足球成為名校 是足球名校 甚至說到是學界的王馬 但是不能參加 那就變成傳奇 對呀 是傳奇 那怎麼辦呢? 沒什麼怎麼辦 你又你爭論他又他爭論 但是就是這樣 有人問 誰的教師離職 說他的名字出來 那怎麼辦呢? 說他出來 我說是何太太 那現在他怎麼辦呢? 就是這樣 對呀 那這些事情 大家都不想 好 另外也很厲害 香港跟隨中國大陸 一定是 對呀 允許 獨立取讓監測核污水排海 中國將恢復日本水產進口 嗚 對呀 前兩天發生 在深圳發生 有一宗厲害的事 日本說是撤僑 在中國 現在 在日本又說 叫一些中國人不要來旅遊 麻煩 因為真的有個小朋友 那些腸子都漏出來了 在學校只有九歲還是十歲 有人問為什麼 又說殺小孩等等 現在中日的關係很緊張 有人就關心我 那你又不用擔心我 我在日本 那些人問我是不是外國人 即是美國人 他經常問我是不是美國人 我浪得黑 我剷過短頭髮 綠軍裝 經常問我是不是美國人 十個有十個都是問我是不是美國人 我又說英文 我沒理由跟你說普通話 所以我就穩陣在這邊 還有他們很崇拜一些高大的男人 原來日本人 是 嘻嘻就危險一點點 因為他也不當他是什麼 人們跟他說日文多 不過他小顆 還有在日本 那些女性的地位很低微 對他的態度 沒有對我那麼崇拜 加上我還懂得穿他 板神虎隊的衣服 他真的四海之內沒有什麼 那麼現在這個核廢水那裡 不知道地球有沒有解決到問題 不過就進口了 香港不知道會不會跟回內地的做法呢 那麼自己 那麼他進口而已 你可以選擇 買不買 對不對 福島之圖那些也挺好吃的 有些人來到日本 即是Ivan Sir的老婆 也不讓Ivan吃福島之圖 他說很想嘗試 他老婆不讓 我也是不小心吃了 我才知道福島之圖是好吃的 也這麼厲害 我就... 總之不懂得說 總之現在就說 日本的水產現在恢復進口了 其實內裡有很多話說的 但是又不方便說 我跟OK仔說到 原來OK仔的口才是這麼好的 你不要想他經常說話 有很多說話 不能說的 總之大家自求多福 你在市面上可以選擇 你自己買不買這些東西 那些不說太多了 總之就... 有些事情過去了就算了 一百幾十年前的事情 不知如何 其實也不想說得太過... 你看到內地也不是熱手 有些新聞 只是民間裡有些... 有些說法 真的說得隱隱惠惠的 另外 九歲男童患甲型流感 並發嚴重肺炎 留意廣華PICU情況是嚴重的 是... 要身體健康才行 只是說他... 過去健康良好 就出現喉嚨痛 在私家醫院求醫 發現又發燒 又咳嗽 又氣速 到了廣華醫院 現在就要留院了 那些病毒很厲害 另外環球影城 嘩... 周圍都咳嗽四起 有談聲的 那些傢伙 最重要是自己的抵抗力 要不然就很糟糕 地球一定有細菌 不用想著沒有 好 另外 越戀惡菌 到了三十人中招 累計七十宗 五十五個患者是留意的 其中三人的情況是嚴重的 是 記住 肥媽的反面教材 肥媽教人吃生的淡水魚 現在呼籲 避免食用未徹底煮熟的淡水魚 碰淡水魚也要戴手套 知道嗎 我現在不太吃魚生 我去超市買魚生回來也很熟 帶子熟了才好吃 嘩 生的肥媽吃得軟綿綿 其實真的不太好吃 就算好吃也沒有用 它的細菌很厲害 不要了 記住煮熟 不是糟糕的 分分鐘 現在真的 死了三個人 之前我說了兩個 應該更新了 有三名長期病患人士已經死亡了 因為這個淡水魚的越戀惡菌 麻疹 麻疹 麻疹患者曾到黃大仙捉完廣場一捉面 衛生署呼籲9月1日至9月7日同場者打球在熱線 麻疹會散到周圍 我們小時候應該打針了 這個就是57歲男子確診麻疹 他一直以來健康是良好的 是昨天公佈 今個月12日去伊利沙伯醫院急症求疑 同日入院接受治療 第二天轉去隔離病房 說他在傳染期間去過黃大仙捉完廣場一捉面餐廳 呼籲9月1日至7日上午7點至10點去過黃大仙捉完廣場一樓S112號 一捉面餐廳人士打電話打熱線 中心會提供適切評估和建議 病人沒有接種疫苗 潛伏期內沒有外遊 話說回來 其實我們應該是打了麻疹針 但是內地有沒有打麻疹針 這個我不清楚 我不知道我父母有沒有打麻疹針 現在香港什麼人都有 有些都是外來 有些年紀比較大 爆起上來也很嚴重 看看如果去過那些地方就快點打熱線求助 好了 另外有一個 49歲大律師一度失蹤兩日 消息指以安全尋回 周大律師 49歲周大律師 在前日18日失蹤 他老婆第二天報警 當日跟老婆吃完飯後 他說要回辦公室 之後就下落不明了 消息稱 事主在20日以安全找得回 哦 那倒是 做什麼失蹤呢 對 這個 叫做成年人 成年人關了個電話 或者電話沒有電 你找不到他 那已經算是失蹤了 居住在東涌 在金鐘上上班 跟老婆在灣仔裡吃東西 兩人吃完之後 說我先回金鐘辦公室 叫老婆自己回家 好奇了 整晚都沒有回來 報警 對 老婆感到擔心 於是報警求助 找回 找回 那 進了哪個結界 去哪兒玩 還是 為什麼 沒有說原因 這件事有網民說 之後會不會九叔 不會的 要上班 現在人家也是上班不見了 對不對 上班不見了 就小心點 可能在公司睡著了 電話沒有充電 就忘記充電 很棒 睡著了 睡著了 睡了兩天 累了 工作辛苦 體諒一下老公 對 接著說說 這個世界 原來真的有很多色情人 很多風化案 我看到真的非常憤怒 憤怒也不知得了 這個混蛋 逼我在港民說髒話 大家不會介意 說髒話已經宣洩不了那種憤怒 多次強姦女友五歲女兒 這個男人 75歲 有個裘字 秦廣裘 和抗字有點像 秦廣裘 已退休 承認兩度強姦 十六歲以下兒童 只有五歲的女朋友 只有五歲的女朋友 這是什麼女朋友 為什麼有個女兒五歲 死變態 大哥 那個內容很細緻去描述 但我不說太多了 我認為如果可以投訴 這件事實在判得太輕 不過這麼說 75歲九年後 她可能死了也不頂 但如果她不死的話 這樣便會出現 為什麼呢 她九年後出來 那女兒說五歲 出來還未成年 怎麼能接受呢 整件事 以我來說 我覺得 香港對某些懲罰 也很輕 我爸爸小時候也跟我說 為什麼有些地方 打藤 好像新加坡一樣 香港沒有打藤 幸好沒有 因為那時候他打藤 打我 我爸爸沒有打過我 我媽媽經常把我打藤 以前 但問題是 她這些不是打藤可以處理到的 我覺得是要物理閹割 物理閹割 基本上一個變態佬強姦 一個五歲的女童 真的損毀了她的性器官 以及是毀她一生 你毀人一生 判了九年 七十多歲的人出來就說死了 三十多歲的人如果判了九年 那時候我又覺得真的不太合理 不過這個個別例子 如果是九年 但你想想 其實強姦菲 我講新聞這麼久 也是差不多一年期 我毀人一生 九年 你怎麼面對 那人出了獄 這樣撞回 整件事真的恐怖 物理閹割好 對,物理閹割 割了她 逐串割 凌池煙 還要經常說養她有雞翼有橙吃嗎 白飯和水也好 還要綁起她雙手 給她看鹹片 不給她什麼 也剪掉了 其實虧待人的方法真的有無限的種 免得說 對嗎 無謂說 但我真的覺得 這些刑罰 你困著她也沒什麼意思 總是有些事情很有意思 但又不到我們說 九年了 你將心比己 對 這麼痛苦的遭遇 另外 之前有個被女生打大麻 然後強姦她 巴基斯坦男子醉成 被揭中前科 只是囚禁七年半 嘩 對 這件事已經判了 嘩 看看 被告沒有消安全套令 事主有懷孕和染上性病的風險 法官說 最終判入獄七年半 因為她之前已經有個非禮罪 今次就強姦 就是 其實 剛才那個男人就差五歲 她出來 或者她沒有能力再做那些事情 但是你想想 原來你在香港被判過 事 她十六歲來香港 無奈已經犯了四項非禮罪 不斷有重犯 重犯更嚴重了 走去強姦人 這些事件是屢見不鮮 只是今天的報紙已經看到 對吧 所以 要再判重一點才行 或者想想想怎樣 在生殖器做手腳 不是怎樣 你做某些事情令到他們沒有那個能力 我覺得都是應該的 我最討厭人強姦的 這個世界 這麼多事情搞 那些娘家婦女 真的很離譜 另外一個 南教師 又是知法犯法 誤人子弟 你憑什麼教書 南教師在商場偷拍裙底 手機長有1500張偷拍照 判監16個月 判監16個月 真是 變態 這個世界很大引誘 可以堂食不可以拿走 你看到都很發達 但是拿手機拍下來的時候 這個行為 很滋擾女性 你的眼睛本身已經在 事奸別人的時候 還要拿手機舉起 拍別人 摸別人 那些 真是不法之徒 拍裙底 包括小學生都有 什麼人都不放過 真是賤格 有13宗罪 涉及283張群底照 法官判他16個月 16個月又輕不輕 案發前已尋求精神科醫生協助 被告希望可以盡快出獄 讓他看到兒子成長 還有兒子嗎 結婚了嗎 已婚教師 有個三歲兒子 很離譜 求情說我案發後 只能做散工 飽受精神壓力 你飽受精神壓力 怎麼搞的 大家都飽受精神壓力 讓你教學生 原來老師也會這樣 聖人也有錯 可以原諒什麼 但也要懲罰 這些不要求情 我覺得求情 其實 你說的都是狡辯 求情罰重一點 有什麼好求情 你不是一單半單 大哥 整個手機都是 還要有這麼多 受害人 在裡面 連美女還未成年 也有 變態 好 另外說一下 四個男女 港鐵範圍內 直地而坐 吃壽司 有網民說 疑似內地人 坐在地上 坐在地上 你又真是 這裡又不要說什麼 我說一些眼界見識給你聽 你說到地上坐的人 不只是內地人 金髮鬼妹都喜歡到地上坐 然後說 在港鐵裡吃壽司 他們都很喜歡 外國人 我們那時候有班同學 經常說英文 很喜歡坐港鐵的 在地鐵裡坐著 不知道做什麼 周圍沒有地方讓他們坐 不是的 平台那些被我們飛仔霸佔了 又熬煙又溝女 你坐海旁那些 當你老黎妹又是被我們溝 那就坐地鐵吧 其實很多我看到國際學校的學生 都是這樣坐的 不要分那麼多 周地坐 拍都拍了出來 鬼妹都坐在地上坐 不只是中國人 香港人反而沒有怎樣坐在地上坐 也不是 假裝鬼妹那些也有 也有 就是這樣 另外看看 哇 又有非禮案 在香港發神經 月圓之夜會出事 將軍澳女子租非禮 24歲色狼落網 在昨天 被拘捕了 細節就沒有說 非禮也是 上下其手的 那些 好 另外看看 那些 說哪一件比較過癮 單單都這麼過癮 西九龍反黑 拘捕了六個男人 四個人非法禁錮 林洪友追溯 香港有點拱 我記得有一宗斬人 看看 找不到 對了 葵聰加利貨倉 南宮雲島 昏迷宋苑搶救 還有找到了 通州街公園男子 崖斬 斬完人 走路 在深水埗 昨晚十點 49歲 男子 女兒 報警 說兒子在通州街 公園對開懷疑 金錢問題 和一個男子爭執 拿刀出來捅他 襲擊他 兇途其後 去深旺道方向逃去 救援人員接報 趕節發現被刺的 仍然清醒的 手臂有兩厘米長傷口 救援幫他包紮 送到廣華醫院治理警員 封鎖現場發現地上有血跡 還有一張摺床 摺床不關他的事 拿來討論 經初步調查後 列作商人正追緝 20至40歲的男子 是 金錢問題 爭執 其實也不用20至40歲男子 說他人的名字就可以了 誰呢 說他穿什麼衣服 不如說他的身份 現在要通緝他 刮他出來就可以了 你知道他欠給我錢 所以有時候 自己想一想 應該怎樣 不過 他有這麼多資料 就說了這麼多 我們 厲害到問是沒用的 好 另外說 香港那些 考過排拖成年 運輸署做事 都不行 又被批評 就是 我喜歡車仔 但我無緣拿車牌 我回香港的時間實在太短了 在其他地方我又不懂字 考不到文盲 我在日本 也不知道過得多疏乾 哈哈哈 真的是文盲 我在日本 基本上我不懂字 但如果你拿手機去翻譯 我又不是文盲 懂少少英文 可以的 不要緊 我不用在這裏做事 我在這裏花錢 哈哈哈 這個 慣性拖延 其實政府的部門 或者什麼 有時候做點慢 嘩 什麼 真的成年 2021年平均要等412天 考過排拖 2015年又214天 這麼久 考過排拖 嘩 其實等什麼 不是 你考過排拖 等幾百天 我考的時候我懂得拿 趕快 下個星期也還有少許記憶 兩個星期也忘記了 那怎麼辦 先打著機 先打著機 保持對方的熟悉度 不是怎樣 哈哈 原來現在的人 哇 這麼久都沒有拿到排拖 先打著機 好 另外看到白艷貓 這個黑貓 躺在赤柱廣場的食市 帳篷旁邊 保安員 試圖救貓 自己失足 跌傷 砍到頭 糟糕 小心點才可以 阿叔 很心地 也要很伸手 這個 赤柱街 北美道 23號 赤柱廣場的黑貓 躺在食市旁邊的帳篷 什麼 保安員擔心他有危險 還拿幾張摺椅子 踏高想救他 貓 你為什麼怕他們 三樓都沒事 真的 但是再高一點就不好了 他想好心 但是你不熟悉那隻動物的雜星 黑貓 嘩 嘩 對 但是最後是那個人 撞穿了頭 是 動物的東西 他有他的能力 他想得到他 他可以拿回來 不過有些很高很危險 就一件事 這個就自己抓了東西 救他那個人 什麼 上環回收店 天降磚頭 水務處職員 中招了 受傷 工業意外 有人意外受傷處理 他說 29歲正張職員 在上環 蘇杭街地下 五金埔回收 回收店 檢查水標的天井 突然間有個磚飛下來 打中他 對 清醒的 幸好清醒 舊樓的危險 說不定 你說他不是危樓 也會有些東西到街上 自求多福 香港人多物質質 有些大廈年齡也比較舊 做某些事情 真的要戴頭盔 今天先說到這裡 不只是網上說話才戴頭盔 下次再說其他新聞 拜拜